在美国许多人投资房地产 他买的房子但自己不住在里面 他租给房客 这个叫出租物保险 但一般来讲保险公司 我们讲出租物保险 不只是短期的 租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那个不叫出租屋 一般房屋保险公司 他绝对禁止做短期的租客保险 所以出租屋原则上都是一年为主 出租屋就是我买了一个房子 我租给他 他使用一年 至少一年 这个叫出租屋保险 出租屋保险跟自租屋保险什么区别 出租屋保险就是我又有这个房子 我租给别人 我收这个租金 所以保险公司我要把买的保险呢 我是摆第一个是摆房子的结构 万一碰了风吹雨打火烧一切的灾难的时候 保险公司呢 要整个把我的房屋重新盖起来 包括外面的花槽树木 围墙游泳池 或者有些人在后院盖了一个叫 这个Gas House 他们多盖一个小房子 小房间在后院 那个通通是出租屋保险 这个要保障的第一项 这个再来呢 就是出租屋保险呢 因为有时候 我的房客 我的房子万一被烧掉了 碰到灾难 我的房客走了 我损失的租金 这个叫Loss of Rent 就是损失的房租 保险公司也会理赔 他当时我们就有这个经验 你把以前跟合约定好 一个月我是2500块钱 我现在房子烧了 但是我要把房子重新盖起来 我需要10个月 所以保险公司也会 不但把你的房子重新修盖好 10个月你损失了25000块 他也就把你损失的房租再给你 那至于房客的财务 他的手表啊 电脑啊 衣服啊 家具呢 这个他不会承保 因为他是所谓的出租物保险 他是不承保房客的东西的 那还有外面 还有另外再加上一个最后一项 所谓的责任险 责任险非常重要 我们碰到许许多的事情 很多人 举例说在门口摔倒啦 或者是你这个出租屋 造成外面的人 或者是房客的朋友 有些碰了一些灾难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的出租物的保险都会保护房主 因为你将来被控告 你没有住在里面嘛 出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的责任险会做出一些理赔 而且这个责任险呢 还包括律师的诉讼费 因为在美国大家都知道法律诉讼费 一动就是告来告去 一下子是一二十万花在律师上费用 所以这个出租物保险 这个责任险这个部分 还包含了诉讼的这个defense cost 就是帮你辩护的费用 也包括在里面 至于房客住在里面 他摔倒的时候 这个事情保险公司是不能 没有理赔的 因为自己住在 可是房客的朋友啊 或者是外来的客人 陌生人出了事情的时候 你的房屋保险会cover的 如果你要买一个出租物的保险 第一个 你有经验的保险机器 把你准确地算出重建的费用 这个重建费用保险公司计算的 将来要赔赏的金额 重建把房子重建盖来 给你买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像里面一个personal injury 希望能够加进去 因为这personal injury不是人体受伤 乃是你因为歧视 你看怀孕人不想住给他 黑人不想住给他 或者租了一半你把他赶走的 其次他房客控告你 那个保险也会cover 还有这个出租物保险里面 尽量把你自己的责任险 有个叫liability这个部分 尽量地提高 这个责任险通常是built in 你买一个出租物保险 多半的保险公司 这个10万块的最基本的责任险 已经包括在一个保单 一个普通的保单里面了 但是有些公司都可以提供最高到100万 100万的时候 万一将来有任何灾难的时候 人家控告你的时候 这个保险公司会付到100万 来帮你处理这些理赔 或者申诉 还有就是损失的收入 就是我的房客因为有灾难 他搬走了 我损失的收入 其实说像我的房租 我租给人家房子 我也许是租2500一个月 也许是租4000块一个月 如果4000块的话 一年我几乎损失到大概5万块钱 所以也许保费会多了 又多了一点点 可是将来真的出了事以后 将来保险公司会按照 这个你应该赔的就赔给你了 还有就是决定一个保费的价钱 就是一个致付额 致付额就是怎么简单来讲 保险公司应该赔我1万块钱 如果我的致付额是1000 我自己应该付头1000块的话 保险公司就赔我9000块了事 当然这个致付额 你越高的话 你的保费相当的已经降低了 见仁见智 你要看一下 衡量一下 如果我的房子通常都不太容易出事 不像汽车每天开的话 如果你提高到2000 2000块deductible 从1000升到2000 保费能省个15% 20%的时候 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很少人为了一两千块钱损失 他就去报保险了 因为这样会登记一个保险记录 对他不但将来保费也会上涨 有时候两次之后 很多保险公司就把你踢出去了 就说我不续保你了 他不按照 他有时候不是按照你 我赔了8万块钱 我赔了8万块钱一次 他也还会续保 可是你有两次的水管爆掉 我只赔一次 每一次赔2000块 保险公司会选择 赔8万的继续让他留下 这个4000块 一次赔2000赔了4000 他第二年也就不敢保你了 他是这样子来计算的 通常你最好什么东西呢 在美国买东西 叫学习留记录 要签字 疫苗的往来 最好都有一个大家彼此的沟通 比如说我跟保险经纪 因为华人保险经纪 也会用国语写上中国字 你最好也做个签字 我需要我同意 这样的话 将来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纠纷 和误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